前教育部长吴茂坤 2018年的4月间遭到检举 表示他任职东华大学校长期间 和学校的教授以及研究生 擅自将东华的受草专利 让与了美国施佩恩公司 让东华无端支付专利费用 美金23,340元 而吴等人也利用职务机会 榨取了76万多元 而经过了四联地检署的侦办之后 认为他们四个人是听从律师的建议 而成立了美国公司 寻程序申请补助的费用 并无贪污的犯益 处分不起诉 检察官在处分书指出 吴茂坤以及翁信教授 谢信史信研究生等四人 2013年间发现受草萃取物 在抗发炎 抗干纤维化以及抗氧化方面 具显著功效 2015年以二代受草发明 在美国申请专利 但是因为台湾并非美国商标局帝国 无法以东华大学名义申请取得 吴等人听从代办的美国事务所专业律师建议 借美国借合伙人居中协调 将东华大学研究成果转移给美国施佩恩公司 2015年11月东华大学同意专利补助 隔年3月付款给事务所并由施佩恩持的专利 得以研究多种受草相关的产品销售 而东华大学表示尊重司法判决 检察官认为 吴等人听由专业律师的建议 设立公司申请专利 异东华大学内部程序决议拨款补助 汇入施佩恩账户 代表吴等人并无刻意隐瞒 吴主观犯意 对吴等四人应处分不起诉 记者林杰生物相采访报道